各局处的主管、新务媒體、各位小姐、女士先生、本二同仁 今天是5月24號 星期二也是本次定期大會第18次會議 上午的議程為市政總質詢 今天質詢的順序為邱莉莉議員、李忠誠議員 還有中方雅雲議員 每個人質詢的時間為50分鐘 那我們首先請邱莉莉議員質詢為50分鐘 邱莉莉議員 謝謝邱莉莉議員 謝謝 謝謝主席 市長、各位一級主管 我們今天就台南市很多的市政的議題 來跟大家做一個討論 但是有跟你們要資料的不一定會問 沒有要資料的不一定不會問 所以不要問我要問什麼 因為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我要問什麼 那個研考會照主委 你覺得這幾天空氣好不好 這幾天因為下雨的關係 所以感覺上空氣確實是比較不理想 空氣比較不理想只有這幾天嗎 因為你是管研考 你一定要知道一下台南市的天空發生了什麼事 你也覺得空氣不是很好嗎 您請坐 謝謝 那個衛生局林局長 空氣、水、陽光是人生存最重要的必要因素嗎 那空氣不好怎麼辦 如果是空氣不好的話 一般戶外活動盡量要減少 那如果真的要出去的話 可能戴一下口罩 戴一下口罩 所以以後可能在台灣每一個民眾出門 非戴口罩不可 那這樣子的話可能就是 只有比較消極的要去阻擋 那你認為這麼多的空氣品質不好 那什麼原因佔最多數 據我了解啦 以我自己比較粗淺的了解 應該是三分之一是 從中國大陸那邊飄過來 那三分之一是台南以外的北部的縣市飄過來 那三分之一是台南市自己本身造成的 標準答案 這個是一般大家現在在討論的 所謂的PM2.5 局長你請坐 那個環保局理局長 環保署在103年10月1號 開始實施PM2.5的指標 那你從105年開始監測 我們台南市有三個監測站 對不對 四個 四個監測站 那你覺得我們的PM2.5的指標 在全國排名是好的 好的還是不好的 跟議員報告 這個PM2.5104年就有檢測了 其實如果以區域性來看 雲嘉南大概跟高雄 大概就是我們台灣空氣PM2.5 比較不好的區域 我們現在是排第四名 對 名次很前面 對 大概是這樣 那與雲林縣嘉義寺跟金門縣 那雲林縣我們都知道 它有六七有賣 那個賣了 然後金門縣可能 因為它離中國本土比較近 那嘉義寺的話 又跟雲林又非常的相近 我們台南 我們有兩千一百多平方公里的這個土地 但是我們四個監測站 分別是在台南站 安南站 散化站跟新營站 我們可以看到 在105年 不要說去年 104年平均在27.9 我們從今年的1月起 我們各站幾乎都是在這個中級的邊緣 雖然我們還是在這個所謂的第三級 但是已經進入到中級的邊緣 你覺得這樣的空氣品質啊 PM2.5它的這個存在這麼的嚴重 台南市要怎麼辦 所以我們要加強在PM2.5 本身台南市自己的產出的PM2.5的部分 要加強防治跟管理 這個就是目前市政府也在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看今年的這個4月19號 我們局長才跟市長一起去接受環保署 所謂的104年直轄市空氣品質 維護或改善工程執行績效考核 我們得了特優獎 還獲頒了100萬的獎金 可是我們在5月21號監測到的 我們4個站裡面幾乎全部呈現瞬間的指暴 指暴是重度了 那我不知道說這個特優獎呢 是只有我們是從我們在這個空氣污染防治的執行 就是這一些的項目裡面的執行 就像你講的 你用什麼樣的標準去跟環保署提了 我們得到了特優獎 你用什麼去提 環保署本身在評價這樣的一個工作 他有他自己評價的一個項目 我當然知道他有他自己評價的項目 我現在問你是什麼項目啊 就是所有的各項污染源的管理的方法 他的成果 還有他基本的一些數據 還有他執行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預算執行的程度 還有本身當然議員可能了解說 所以環保署在評這個特優獎的時候 他只是看我們各項業務的執行力跟分數 他沒有去考量到說 我們事實上在空中所測值的PM2.5懸浮力值的量 到底是到達了什麼 因為畢竟不管平均值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都是年平均值 月平均值 可是在這個瞬間產生的都是很差的 這個是一個事實 而且我認為在評比特優 不代表說我們空氣就是變好了 因為空氣品質改善的效益 只有佔空氣品質維護或改善工程 執行績效考核全數的17.5% 所以只是佔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變成說環保署當然 它有一定的評定標準 我沒有說我們環保局 績效做得不好 並不是這個意思 可是我們拿到這個特優獎的 後面的事實 卻是我們的空氣品質 真的是沒有真正的改善 我們在5月21號上午的8點到12點 台南市有兩個空氣品質監測站 台南站跟安南站出現指暴數值 4個小時喔 一個早上4個小時喔 新雲站也有兩個小時出現指暴 所以說在今年啊 瞬間指暴的時數密集增加了很多 那對市民的健康已經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那你覺得怎麼辦 我們現在就是依照我們既有的這種PM2.5的一個指標 市政府跟各局處跟環保局本身都有一定的標準的作業的一個方式 那當然要花點時間向議員來報告 但是我們第一個現在我們會做到預警跟通知 這個是最基本的 然後各局處會收到我們的通報以後 立即按照我們的PM2.5系旋服 台南市政府 請多久通報一次 多久通報一次 我們基本上如果達到 如果是在1到3級就都不通報 是到第幾級才通報 我們達到紅色等級我們就通報 紅色等級才通報 7以上就通報 好 您先請坐 好 謝謝 教育局陳局長 您在去年4月30號 我們跟市長一起宣示 有290所的國中小跟幼兒園 要實施那個差期警示的政策對不對 是 現在有在做嗎 有 這個都每天持續要做 每天持續要做 有在換嗎 有在換嗎 因為每天學校就是早上8點 跟中午12點半 跟中午12點半上我們市府的網站 去看現在的這個空氣品質的狀況 然後把旗子插出來這樣 那是誰在負責 大部分的學校都是學務處 各個學校是誰在負責 大部分學校都是學務處負責 學務處負責 是 那如果今天是擦紅旗要怎麼辦 如果是擦紅旗的話呢 就是如果學生他有比較屬於過敏體質的話 那就是盡量是要自主管理 不要進行這個戶外的活動要戴口罩 那擦子旗要怎麼辦 擦子旗的話我們就是學校的室外活動呢 原則上我們都暫停 以室內的活動為主這樣 那擦黃旗的話要怎麼辦 如果擦黃旗的話 可能就是對那些過敏體質的小朋友要特別注意 你一直都在提到過敏體質的小朋友要注意 這個是我想大家都知道的嘗試 你的標準答案應該擦黃旗要戴手帕啦 擦紅旗要戴口罩啦 擦子旗就要完全減免戶外的所有的活動 所以你說你每天早上從我們的官方網站裡面知道PM2.5的值是多少 早上換一次下午換一次 那放學回家之前要不要換一次 要不然下午換學回家的時候 小朋友都在戶外啊他要回家啊 你有沒有提醒小朋友要開口罩 是這個部分跟議員報告 我們是有在宣導的時候跟學校講說呢 一定要告訴學生他平常就要做好這個自我管理的部分 我們也會告訴學生說到哪邊去查詢相關的這個資訊 像假日的時候學生其他可以自己查詢來了解 假日可以學生自行來查詢 這就是一個重點 因為啊今年的 那個以5月21號為例 我剛剛講過了 早上的8點到4點啊 就發生了安南區跟台南站都是止暴 可是你也知道 在假日有很多孩子他可能會回到校園去運動 但是假日就沒有人換旗子喔 夏日就沒有人換旗子喔 然後我打電話到學校去詢問啊 結果學校一問三不知 說差起的人沒有上班 所以你們都是只有在做 在學的時候 然後行理如意 因為環保局就規定 各科局勢遇到PM2.5萬一發生紙報萬一紅色 上了警戒線的時候 你們該做什麼該做什麼 但是做了以後 有沒有徹底去執行 假設當天12點過後 他是出現在黃色警戒線 或者是要在黃色到紅色的警戒線了 你應該叫孩子下課回家的時候 到戴口罩 可是我們沒有這樣子在執行 我們確實沒有這樣在執行 因為我打個電話到290所的其中的一所 問一下那個班導師 他說沒有就是專人在換旗子 那他們頂多是提醒了孩子一下說 今天是那個可能你們要注意喔 那有沒有過敏的 特別把過敏的幾個找來 事實上PM2.5它的危害 當然它有慢性疾病的會非常的嚴重 但是 如果是一般的孩子 他不知道孩子的時候 他當時暴露在這種 懸浮力非常高的空氣品質裡面 事實上是從小 對他的健康是有影響的 你認不認為 是 謝謝議員的指教 這個我們一定會再要求學校 因為其實學校如果假日有活動 他一樣要做這個 去上網去了解 好 局長你請坐 謝謝 公務局書局長 請教一下 如果在空氣污染 空氣的品質不好的時候 你公務局的權責是什麼 這個你應該知道啊 工地也是一個 會有這個灰塵的這個因素 所以我們最主要還是要防止這些灰塵的事散 防止灰塵的事散 好 局長你請坐 吳欣修吳局長 在104年7月8號頒布的 台南市空氣污染防治計畫書裡面 雖然呢 您並沒有在這個 這個我們的整個的team的全責範圍之內 就是說在這個指揮中心 還有這個所有的 裡面沒有你這個局處 但是都發局 你覺得你的責任是什麼 感謝議員啦 因為我們都發局本身 有兩個任務啦 第一個當然是這個 盡量去推廣社區的一個環境綠美化 或空地的綠美化 另外一個就是協助來訂定一些 相關的這個都市設計管制 希望能夠協助在空地空屋的管理也好 還有這一個房屋的建築 要去訂定規則 剛剛公務局的書局長有說 他們管控他們工地的品質 那我們也知道這個PM2.5 有12.8%是發生在露天燃燒 還有營建工地裸落地表 那我現在就要告訴你 中國城的拆除是不是你的業務 是 那你有沒有去看過 他們在拆除業務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灑水 跟一座報告啦 因為大部分的時候都會管制他 這部分要灑水 但是有幾次是真的 沒有不是有幾次 因為從我家的窗戶就可以看到他們在拆 是 從來沒有灑水過 你們在規範一些民間的營建業者 或者是建設公司 只要他工地有汙染 我們就隨機開單 結果我們自己市政府住在家 沒有灑水 還有他們把一些廢棄物要載走的 那個車子 也沒有加護網 你可以再去看到他堆置在運河邊 那一些的土堆裡面 也都沒有加防護網 那這不是我們工部門帶頭做錯誤的示範嗎 那我們有什麼理由環保局一天到晚去給工地 那些工地都開發堆 沒有灑水就罰單 沒有蓋防護網就罰單就罰錢 但是我們卻沒有做到 這個是PM2.5裡面 整個我們的亮麗晴空計畫裡面的一環 就是減少這個所謂的工地 然後要落實空氣品質惡化的應變機制 這一些都是耶 這個我想因為我們的出運速度是很快 那當然第二個就是說因為它出運速度快 或許它過場來不及灑水 不過我想議員建議的這個部分 我們會來加強 好 局長你請坐 環保局理局長 那我想請問你 這個台南市空氣污染防治計畫 已經從104年7月8號公告執行到現在 那我想請問你 你們有開過跨局處的會議嗎 我們以專案計畫的方式在開跨局處會議 專案計畫的方式 亮麗晴空 細旋風為力管制計畫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在4月21號公佈的這個亮麗晴空 PM2.5削減管制計畫 就已經是你空氣污染防治計畫裡面的一個計畫 因為 是這樣嗎 這個就是這個計畫嗎 不是不是 是嗎 不是我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在我們提報給環保署的台南市空污防治計畫 當然各項工作要去執行 各項污染源要去監測 那這裡面呢 包括五大污染源 那其中因為PM2.5一直是我們 全台灣大概目前只有 局長 4月21號 我們市長非常明確的在市政會議裡面 講得非常的清楚 要跨局處的全責分工 有25項的行政策略要訂定目標 最重要就是要強調落實 第二個是建立空氣品質惡化應變機制 第三是警示預防制度 還有第四個是推動電動機車 參考其他城市成功的經驗 請環保局配合中央的政策 逐步推動二行程機車代換 對不對 市長指示的非常清楚 那我請問各位主管 你們曾經就建立空氣品質惡化應變機制開過會嗎 開過會的請舉手 開過會的請舉手 沒有人開過會 因為環保局只有要求各局處 就你們這個PM2.5削減的管制計畫提出計畫書 每個人都只有一張紙送過來 然後全部都是各科室 像我們陳修平局長講的 該插旗的插旗 你一定的一個計畫 該勸導的該勸導 民政局就給公文給各大廟宇 將他們不要燒金子 盡量不要放鞭炮 然後地政局就去告訴說 它重劃區裡面的土地 應該要管制的要管制 公務局只給了一個我們的營建土方 所以你全部都是把它推給一個紙上談兵 我不知道你所謂的空氣品質 二化應變機制 你是從何而來 而且環保局在這個空氣污染防治計畫書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主動調查原因 你有沒有去調查過 你有沒有去調查過 台南市這些的PM2.5哪裡來的 剛剛林局長講了三分之一來自國外 三分之一來自本島的其他縣市 三分之一來自我們台南市 三分之一來自園 哪裡最大中 哪裡最大中 移動污染源 移動污染源 我跟議員報告 剛剛說都沒有開過會 其實這都有書面資料 我在市政會議報告 從104年到105年我就報告了 在市政會議報告的四次 然後也討論 依照市長的指示 市政會議在我們台南市來講 是非常公開透明化的 所以我也把有關於您的空氣污染防治的部分 我全部都有參考過你們市政計畫的內容 是 我花了一個晚上沒有睡覺 把全部市長的指示 我都看得很清楚 市長指示得很清楚 但是我們做的有沒有到位 到底有沒有落實 很多的法規你的制定 有宣告還有積極導向的功能 但是如果太過於嚴厲或是不可執行 那叫做取高何寡 叫做取高何寡 那沒有辦法落實的話 當然你一直說 我們要改善我們的空氣品質 我們要邁向低碳城市 我們沒有辦法 這個一處 沒有辦法一處之舉 你常常講 但是我們願意去做 我們今天在這邊提醒你 不是說在責備你做的不好 我知道你非常的認真 但是很多的事情不能夠只看月平金數 然後我們就非常滿意 那拿了一個特有獎 我們就認為我們台南市的空氣品質很好 這是不對的 去年一月份有一個外國人在臉書 他po 他說他本來非常喜歡台南的歷史文化 但是他在臉書po 他在台南市唯一有兩個事情 他覺得他沒辦法接受 第一交通害亂 第二就是空氣不好 而且他還說我們台南市的空氣品質 一直超過WHA的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PM2.5的值 所以這個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那麼您剛剛有講 境內的污染源 貢獻最多的是移動式嗎 移動員就是各種車輛加起來 整體的一個移動員 整體的車輛加起來的移動員 就是車輛 其實我們可以講說PM2.5 貢獻最多就是交通工具 占37% 那餐飲是10.8% 道路揚程只有8.8% 電力業、鋼鐵業、零零總統 加起來也不過百分之十幾 其實然後再來 我們民政局最喜歡叫人家賣半袍 不要燃燒金質 事實上露天燃燒 包括和銀建工地裸露 也才佔了百分之12.8% 所以貢獻最多的是交通工具 局長您請坐 交通局張局長 我們台南市 到目前為止 還有19輛二行程機車 對不對 我們這個加速二行程機車的 汰換 我們原本台南市環保局 在空氣污染防治書裡面 有逐年列的這個目標 按目標去汰換 但是問題是現在電動機車並不是很便宜 那我也知道在你們這個所謂的管制 就是這個空氣污染防治裡面的一個配套 就是我們能夠用大眾運輸系統 取代這種流動性的所謂的交通系統 是不是 但是 我可以跟你說 非常的難過的一點 我們很努力 我們非常的努力 尤其是我們在 在2012年 我們 2011年交通局就提出了一個專案報告 要將台南市公共運輸的市占率提升到10% 那時候說要提供到10% 那所以我們定2013年是台南市的公共運輸元年 環保局也爭取了低碳城市的建構計畫書 然後 設定要在103年台南市的公共運輸使用率 有5%提升到15% 對不對 有沒有這件事 你應該記憶猶新嘛 所以你這幾年 從2013年公共運輸年開始 你非常著力的在於 這個大眾運輸系統的無縫接軌 將公車捷運化 但是我必須要提醒你一個非常讓我們很頭痛的數據 根據我到交通部的網站去調的資料 六都私人機動運聚市占率 我們台南市居然是榜首 86.3% 這個是民國104年所統計的 甚至於民國102年 那時候我們私人機動運聚的市占率是84.1% 到了103年是85.7% 今年居然高達86.3% 所以你的公共運輸 雖然我們已經一直在在做 然後很多的政策路線的規劃 包括我們地底盤公車電子公車一直在採購 但是我們得到的數據卻是六都公共運輸的市占率 我們台南市只有5.5% 在六都是最後一名 那其他的縣市這個是交通部這個統計的網站 104年的數據 那當然我知道說因為台南市沒有捷運 台中因為捷運也慢慢形成 高雄也有捷運 台北市也有捷運 但是我們居然比一個桃園市 桃園市的服務員也比我們很寬廣啊 一樣大啊 那為什麼我們的公共運輸的市占率 在桃園市是13% 我們居然只有5.5% 那當然高雄市他做了捷運 但是他只有7.9% 那表示他路線是不夠的 可是你再回過頭來看 我們的私用機車 私人機運的市占率還佔了86.3% 表示我們人民啊 還是一樣喜歡使用這個流動的機具 那你覺得這怎麼辦 跟議員報告 第一個就是公共運輸 這是王道 我們一定要全力來發展 那在第一個是談到我們的公共運輸的這個佔有率啊 其實我們的公車的佔有率 我們是一直在提升 這公共運輸的佔有率呢 其中包括公車包括鐵路包括遊覽車國道等等啊 那其實我們公車一直在往前提升 那用這整個運量來看呢 我們去年底的運量已經達到1802萬 局長 我最近喔 對不起 因為時間沒有那麼多讓你說啦 還有再給你看一個數據啦 六都的綠運輸就是公共及非機動運輸 市占率是13.7%啦 所以你剛剛講的 你剛剛講的就是很多 這是交通部的網站 那這個是104年的統計 表示我們雖然有做了努力 可是我常常在外面跑行程的時候 看到我們非常大台的綠運輸 滴滴盤 而且是所謂的電子公車 裡面是空的 因為它太大隻了 你沒辦法塞去很多地方啦 而且呢 我們現在的公車捷運化 我覺得事實上還有改善的空間 例如我從台南要去隆起 我必須從台南的某一站 坐到那個關廟的火車 那個關廟站 再從關廟站再等公車 再坐到隆起 我從台南坐到隆起 我如果身體不好 我可能會過心裡 因為只有坐車的時間 跟等的時間 我如果身體不好 我只坐那條公車 我可能會過心裡 我們的弘幹線有到隆起 直達可能在隆起某些地方 可能沒辦法直達 不好意思 他是沒有直達喔 他只有一條 他一定要換車喔 他沒有直達 所以我們隆起的鄉親 寧可等什麼 等從旗山來的高雄客運 坐到火車站 然後再從火車站 再轉運我們自己的公車 事實上我覺得 跟你們解釋了很多次 大眾運輸 我們一定要便利 人家才會做 然後你要結合觀光幾點 人家才會做 火車的話 我認為 我們做了這麼多的低碳的效果 效能是不好的 局長你先請坐 那我再請教環保局裡 局長 空氣污染的時候 你的責任是什麼 你除了去瞭解空氣污染 你剛剛講的 除了這一些 這一些的機具 所以PM2.5貢獻最大 是交通工具之外 那你覺得你還能做什麼 跟議員報告 跟議員報告 當然環保局的工作 不是在等污染的時候才做 它事先大概有幾個階段 所以平常在環保局 在做這個橫向聯繫 就是說各局處要必須做好 這個我們細宣服為例的管制工作以外 我們針對移動員 針對固定員就是工廠 還有陽城就是這些工地 還有砂石廠 我們平常就有一些的執行的工作 但是就像議員講 如果在PM2.5到達紅色 我們就會用LINE系統通知所有 局長 那個是很簡單的事情 因為只要PM2.5它上了指標 你們啟動的機制就是去機查 就是去機查 因為機查對你們來講最快 而且最有績效 我只要開了多少華單 我改善了多少工地 這個都是你的執行力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陽城的部分你要做什麼 我們現在台南市環保局的灑水車有幾部 謝謝 陽城我們我們現在目前 自己的在家委外的一共有四部 四部的陽城車有辦法在台南區 灑水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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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灑水車 其實那個是最基本的 就是在空氣很不好的情況下 如果我們能夠降低路面的陽城 其實也是一個方式 為什麼我們不朝這個部分 全台南2119平方公里 只有四部的灑水車 你覺得夠嗎 你覺得夠嗎 都不夠嘛 所以很多你自己本身可以做的業務 你沒有辦法很落實的去做 然後你也沒有辦法 可以做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嘛 那你看過這本書嗎 那個叫做第二階段 台南市低碳城市建構計畫書 你看過嗎 你看過嗎 我不太敢肯定 你不太敢肯定 是 這是民國100年5月25號 那時候你來了嗎 來了 我是副局長 你是副局長 是 那你沒有看過這本書 議員你講那個標題我看過了 因為那個就是 標題你看過 內容沒有看過 有有有 你念了那個標題 我就知道我看過 因為這本書是當時要去 要去中央政府爭取低碳城市的 第二階段的一個建構的計畫書 第二階段的建構計畫書 那內容是寫什麼 內容也是按照環保署所要求的 在爭取低碳城市 你要做的更細部的一些內容的一個規範 它有八大面向 對 它有八大面向 我跟你說你才說對 那各科局是 你告訴我 它的最終的目標是什麼 最終目標是什麼 最終目標就是把我們排碳量減下來 好簡單喔 最終的目標 要打造永續的低碳社區 要推動低碳的文化觀光 還有多元的綠色能源 增加生態城市的機能 建置高效率的低碳運輸 還有營造全民的低碳生活 對有十大計畫 有十項計畫 你現在想到了 在我們市府現在也正在執行 那在這個計畫書裡面 預計 103年可將公共運輸 運能提升到70% 公共運輸的使用率 提升到15% 減碳量將達 三十四萬八千九百一十一公噸 每年 做到了嗎 今年幾 民國幾年 今年民國幾年 今年一百零五年 今年一百零五年 當時在這本書裡面 當然有不可量化的部分效益的評估 但是八大面向低碳的措施 投資總金額是283.75億 投資可量化的總效益 減少能源的費用約71.75億 那你到了今年為止 我們低碳城市的執行計畫 我們用了多少錢 跟議員報告 剛剛報的那個數字啊 是當時中央政府 他用一個額度框下來 希望地方政府用這個額度來報 所以才會有 我們現在花了多少錢 到一百零五年度為止 48.8億 48.8億 那你覺得我們所減的 每年逐年的碳的排放量 減了多少 我們總計大概減了兩百六十六萬公噸 兩百六十六萬公噸 一年 你怎麼算 五年 五年減了兩百六十六萬公噸 你怎麼算 我們是經過查證的 你怎麼查證 我們經過第三方查證 第三方查證 你從哪一個第三方查證 就是我們會先 我們會先計算 從一百年開始執行 第一百零一年 就開始查證 我們一百年的基礎的 減量工作 然後經過第三方查證 第三方公認查證 局長 你說的查證 你用什麼技術查證 例如呢 你是去檢測我們CO2 你請了哪一個學術單位 還是說你從交通局 他所提供的 我減了多少公車 我減了多少二行程機車 我減了多少什麼樣的車子 然後我用了多少電動車 你應該是用這些數據嘛 一台公車 如果他是排排那個 那個一百噸的話 那你減了五量 就剩下幾噸 你說你請的那個 另外一個機構 哪一個機構 哪一個機構 就是有時候是 就是認證機構 有時候SGS 認證機構 然後他是用什麼標準嘛 他就有一套低碳認證標準 這是國際通用的嘛 國際通用低碳認證標準 裡面有什麼嘛 就是如果我們現在的 十大工作計畫 這十大工作計畫 其實就是我們台南市 在減碳的十大工作計畫裡面 各局處所提出來的 工作址計畫跟目標 然後呢他所剪下來的東西 他要在滾動式檢討裡面列出來 好 例如 環保 例如 你舉個例子 就是說你的十大計畫裡面 八大面向 那你花了這麼多錢 你現在告訴我 比如說一個特區是 教育局 買農業局 他做什麼 他效益他減碳了多少 他減碳了多少 他花了多少錢 農業局花了多少錢 農業局大概五年來大概3900萬 我這邊的資料是 3900萬 我這邊可以跟議員報告 農業局做了什麼 農業局他減少了多少碳排放量 農業局減少了多少碳排放量 因為有14個局處 我沒有辦法知道每一個局處 那我譬如說像減碳最大的 就是我們金發局發展的太陽光的程式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指標 這個就是說我要提醒你的 不是只有在帳面上 花了這麼多的預算 花了這麼多的預算 然後你說有那些指標性的動作 問題是我現在問你 光是一個農業局 你都不知道他的業務內容是什麼 你就錢給他 你真的是很失去 沒有沒有 然後我們訂定了非常多的條例 台南市城市 低碳城市自治條例 台南市促進產業引用低碳技術 及節能補助辦法 台南市促進產業引進低碳科技 及節能補助辦法 台南市停車廠經營業 設置低碳車輛充電設備補助辦法 還有這個是車輛補助辦法 還有農業局的補助辦法 那麼多的補助辦法 那我再請教你 這個應該你要了解 因為你說要滾動式檢討 這個是你最重要的最大的 因為你爐主啊 其他這裡說不說 也是那個老闆而已 你是爐主耶 所以爐主就要知道說這間廟 主委吉他都委員而已 那我要問你喔 我們台南市低碳城市 你說的貢獻最多是金髮局 他做太陽能 還有他在那個推動電動車 那我請問你喔 我們台南市現在 這個公立停車場 停車格數啊 一萬九千一百五十六格啊 你知不知道他低碳停車格位多少 幾格 你也不知道啊 你都不知道啊 對不對 你都不知道啊 我跟你說為什麼不知道啦 台南市在推展低碳 我們台南市的這個 所謂的那個 低碳辦公室在2012年3月16號掛牌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那我們成立了一個台南市低碳城市網 你看一下這是我們的網頁 這個網頁裡面啊 就一頁 那你再去點他低碳辦公室 他就只有回到3月16號掛牌 其他裡面什麼東西也都空空的 那裡面呢 就只有一些 比較零零種種的 一些這個新聞而已 低碳辦公室現在還是在東區嘛 對不對 是 那有人在那裡工作嗎 我們現在準備要把它牽回來我們環保局 對 你把一個辦公室掛牌在一個你的外 那個環保局環保局外的單位 結果 我們的台南市的低碳城市網 裡面是這樣 你再看看台中市 台中市因應低碳辦公室到首頁 請到首頁 裡面呢 台南市的 台中市的低碳辦公室啊 他成立了一個叫做台中市智慧網 低碳智慧網 你看看他的臉書 每天滾動式的 從5月20號再往下 每天滾動式的 把一些市民應有的資訊 全部在台中市低碳智慧網裡 天天都有 天天都有不同的東西 包括PM2.5在裡面 你看鐵捲門要怎麼省電 夏天要怎麼 要怎麼治兵天然 然後裡面還有PM2.5多少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做 裡面非常的清楚 這個才是叫做低碳辦公室 局長您請坐 市長 我知道 昨天我們也有講到 因為其實我們的大眾運輸系統 市戰率沒有辦法那麼高 最主要是其實我們網絡的建置 真的是比其他縣市還要吃虧啊 但是昨天我有聽到你有表示支持 高雄市的捷運能夠往北延伸到台南 但是前幾天在交通局的網站裡面 我們發現台南市有三條的捷運規劃 包括綠線紅線藍線 那甚至於有兩條這個輕軌 就是平時營區的環狀線跟安平線 我不知道說我們這樣子的規劃有沒有辦法 因為如果要真的達到減碳低碳 一定要大眾運輸 把我們個人私人的機具把它減少 把大眾運輸的市戰率增加 那你覺得我們民進黨已經全面執政 有沒有可能來做這些事情 非常感謝邱議員對空氣品質的關心 一如邱議員所言 就台南市的空氣品質還有空間要提升 市府還需要加油 不過我也要替環保局講幾句公道話 他們不是爐主啦 其實他們是苦主 台南市也是苦主 因為PM2.5台南市本身自己生產 本身製造才三分之一 中國來的三分之一 外縣市來的三分之一 但是在這種困難的狀況之下 我們去年104年得到直轄市比賽裡面 我們就得到特優也就等於得到第一名 這個是肯定我們台南市政府 在空氣品質方面改善的努力 而且這個不是全年或全月的平均值啦 他是只是說這個紙報的天數降的比例 還有這個綠色的天數增加的比例 其實都有很顯著的改善 我們是因此降而得獎 不過剛剛議員所指教的 不管是移動污染源或是固定污染源 這個我們都會來加強 市長 那個低碳辦公室 是不是應該要把它擴大 然後編制讓它比較真正的落實 在這個低碳程式的推動 對 相當剛剛議員的這個指教 這個我們都會來加強 包括剛剛李局長已經跟你報告 我們低碳辦公室會牽回局裡面 需要的人力這個我們也會來支援 藉由低碳辦公室的這個組織的增強 或是資訊的補強 讓市民能夠跟著低碳辦公室 跟著市政府的低碳政策一起來前進 另外大眾運輸也好 或是工具品質也好 其實過去我們台南的條件其實都不好 過去不要說這個大眾運輸的比例 才大概2%左右吧 我們已經到5.5了 這個也是不容易的成就 但是為了要讓這個城市 不僅僅朝向低碳或是朝向更便捷 或是更像一個國際級的城市 我們的確是有規劃 在這個捷運化公共運輸到一個段落之後 朝向先進運輸來邁進 那我也非常感謝陳局陳市長 他也支持高雄的紅線捷運 可以延伸到台南來 後來這個我們會去跟中央繼續爭取 至於這個高價的輕軌捷運 本市的高價輕軌捷運 這個目前還沒有定案 這個交通局已經委託專業單位規劃完畢 還沒有跟我做簡報 當我確定之後呢 會跟議會還有跟台灣市民來做個說明 好 謝謝市長 市長您請坐 好 金華局方局長 剛剛環保局理局長說 你在低碳跟能源的部分貢獻是最多的 那對你而言520是一個什麼日子 其實是對台南來講 那520在台南提的就是 未來的力能延續會在我們台南來設立 那5月23對你來講是什麼日子 523對你來講又是什麼日子 剛剛你說520有提到了嘛 總統蔡英文的政見嘛 那523又是什麼日子 應該就是整個計畫要開始推動的日子 吳欣修局長你非常的清楚嗎 所以你跟方局長提示 5月23號是國花會確定五大產業 一個在台北一個在竹北 一個在中科一個在南科 成立亞太生技醫藥研發創意中心 在桃園推動這個所謂Internet of Things 物聯網智慧園區叫做亞洲矽谷 在台中催生智慧機械之都 還有台南沙倫開闢可連結 中南方的綠能科技創新產業聚落 這個剛剛那個新修局長有跟你提醒 5月23是國花會的副主委 國花會的主委 龔主委他就已經開了第一炮由他來主導 那5月23還有一個新聞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 因為你剛剛已經講到了 我們台南市的沙倫是未來台灣發展綠能的重鎮 那所謂的綠能重鎮有哪些 你要做的是什麼綠能是什麼 當然力能的範圍蠻大的 那針對這個延期來講 其實我們目前要了解說 中央目前它整體的規劃 那其實這個延期未來我們了解的結果 它是會朝著研發型的延期去做整體規劃 那當然希望把所有目前台灣的各個 蔡英文總統在去年9月來跟我們做對談 今年當選之後也立刻在南科 我想你也有去參加 他講得非常的清楚 第一步是把散落各地的綠能相關產業 包括材料機械產業和法人學校的研究資源連結起來 如果是國內沒有成熟的技術就引進國外廠商 透過技術轉移跟資源共享 來成立一個生態系可以形成一個聚落 然後第二點在台南的沙倫 我們成立創新綠能科技園區 把各地研發製造人才還有資金結合起來 那四種台灣最有可能發展的替代能源有哪四種 那包括太陽能風力還有其實是在 現在就是說針對潮汐的發電 那立熱的發電其實都是可以發展的方向 那5月23還有一個新聞 您剛剛有講到 我們台灣台南市的沙倫綠能產業聚落 不是只有做太陽能喔 那當然 那當然你剛剛說的是種發電的方式對不對 那5月23有一個新聞 不知道你為什麼會沒有看到 應該是不是針對台中的部分事先提出來 國化會的部分是從台中 520對你來講是我們台南翻轉的一個契機 因為我們有一個最大的產業的發展 而且是國化會主導是行政院已經開了第一炮 五大產業目標 5月23號 5月20 蔡英文總統才坐上去 5月23號 全球最大的海上風向電商 丹麥的DOWN ENERGY 看好台灣的風力發電的前景 他們立刻由執行長帶隊到台灣 公開點名台灣跟美國是未來兩大海外風電量的重點市場 計畫以台灣為攤頭堡發展亞洲風力發電市場 我不知道說這麼樣的一個讓台南翻轉的契機 我們金花局屢屢在這個所謂的看到這樣子中央的政策的時候 我們只能用樂觀其成四個字 你不知道說怎麼樣去做好準備嗎 你知道我們要做的事情 沙倫是未來台灣發展綠能的重鎮 我們要做的包括土地的變更利用 高階研究人才的引用 生活環境的規劃配合 還有相關產業群聚的行程 這些你都有做嗎 你有做嗎 跟議員報告 你有去研究嗎 沒有跟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也內部在做討論 那當然就是說 你內部在做討論已經不會忘記啊 我告訴你 今年拱民心主導 這個我們所謂的亞洲矽谷 桃園市政府 為了配合新政府的推動亞洲矽谷的計畫 鄭文燦已經提出一系列準備工作 派出副市長前往美國矽谷 找當地成功的企業 去做發展經驗的研究 然後 他並且已經做了土地的變更跟配置 然後在這個所謂揚美新建 又施國際青年創業 我們台南市其實我們 好 再給一分鐘 我們的條件非常好 我們不能全部都只有靠市長一個人 市長在一上任 他為了招商 立刻去跟台糖對談 結果台糖告訴他說 他指出不受 那我們現在所有的沙倫特定區的土地 幾乎都是台糖土地 我們還要面臨環保團體說他是優良農田 這些東西你要趕快結合各科局處 該去處理農田的 該去土地那個都市計畫變更 要計畫變更 那你該去取金的要去取金啊 其實有一些建築 其實可以利用目前的那個高鐵級的產專區 那這個部分是不用透過土地的變更 局長我的時間不多啦 台南日照的時間是全國最高啦 平均日照高達2024小時 比起年平均是1600小時 是多了很多啦 但是這個只是其中的一環 你怎麼讓沙倫這個產業聚落 讓全國讓中央知道說 我們台南市準備好了 這個比較重要啦 對不起再兩秒 市長是不是 在這個部分 沙倫特定區 要通過沒有 市長時間解釋 感謝邱議員 這個你剛剛提到了捷運 未來我們會請交通局好好規劃 在他跟我簡報的時候我們會一起討論 不過我也想就這個機會 跟邱議員還有我們臺灣市民報告 我們當然非常感謝蔡英文總統 在上班的第一天 就指定臺灣市為綠能專區 沙倫農場為綠能專區的地點 不過這個並不是憑空大家分配的結果 其實也是我們多年努力所爭取來的 包括我們結合成大 還有藍台科技大學等大學的資源 還有藍科本身綠能產業的實力 再加上市政府努力 以及臺南市議會的協助 我們成功爭取到行政院核定為台南低碳城市 本來是要給100億的 如果有100億的話 我相信我們這個成果 今天的成果不僅僅是如此 很可惜行政院或是環保署跳票了 沒有特別根據原來的專案 400多億要給台南市100億就沒有 不過但是我們當初為了去爭取這100億 也成功的成為綠能地碳城市的 這個南部的代表 所以我們這幾年來努力 讓蔡英文總統當候選人的時候 她看到台南市的成果 所以她在競選總統的時候 我們跟她提我們所有的成果 所以我們也建議她 綠能專區應該要設在台南 包括中營院南部份也要在台南 包括我們成大 包括甚至於交通大學的光電所也在台南 所以那時候他們經過討論之後才決定 把綠能專區設在台南 我想有這個過程我也跟議會報告 那未來呢其實我們台南市已經做好準備 因為土地就是台糖的嘛 那這個地幕沒有問題 那當她整個計畫核定之後呢 我們會協助整個做土地變更 或所有的包括台南市各界 共同來促成這個重要的計畫在台南市能夠落實 好 以上簡單報告 謝謝 好 謝謝我們謝謝邱莉莉議員的支持 我們休息10分鐘 謝謝邱莉取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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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